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产保险 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财产保险里面的第五奖 其他火灾保险里面的间接损失保险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 其他火灾保险的意义 所谓的其他火灾保险 它是指不属于普通火灾保险 及特种火灾保险 那这两种保险我们在前面的两次都已经介绍过 这两种保险以外的间接损失保险 及附加危险事故 就是属于我们这种形态的保险 那这种保险它通常包括间接的损失保险 及附加危险事故的保险 那附加危险事故的保险 我们在下一个章节我们会介绍 这个章节我们会先介绍间接的损失保险 那因为其他火灾保险的承保办法 跟一般的火灾保险是不一样 所以它有特殊的承保办法 我们现在看它的承保办法里面的第一项 承保对象 凡是已经投保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 或者商业火灾保险的这个倍保险 它均可以展延加保 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投保前面这两种保险 是不能够展延加保的 因为它是一个重契约 第二个我们来看它的承保的方式 那这个承保方式其实在我们前一个讲次 也有介绍到 它是已在住宅火灾及地震基本保险单 与商业火灾保险单上 粘贴附加条款的方式来展延加保 不过它粘贴的方式 可以在投保的时候就粘贴 或者在投保以后的中途再来粘贴 那要看药保人被保险的 他的投保需要来决定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保险期间 那原则上这种保险的保险期间 是以一年为限 那基本上它要以住宅火灾 及地震基本保险 或者商业火灾保险的保险期间要相同 那不能长于前面两种保险的保险期间 但是它可以在中途加保 由这一点我们可以来了解 其他保险的保险期间必须较住宅火灾 及地震基本保险 以及商业火灾保险的期间要相等 或是短于前面两种保险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节间接损失保险概述 那这一节我们就要介绍间接损失保险里面的内容 那间接损失保险它主要在城堡火灾 以及与火灾相关联的这个危险事故 作为保险事故所导致的这个间接损失 或者叫重塑损失 所以间接损失保险又叫做重塑损失保险 那目前国内所开办的这个间接损失保险 大概有三项 第一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营业的中断保险 第二项是大家比较不了解的租金的损失保险 以及第三项很多人也知道的第三项的意外责任保险 共三种 那其中这种三种保险里面的 以营业中断保险比较复杂 那一般来讲营业中断保险还可以分为 一般的营业中断保险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这个营业中断保险 以及呢连带的营业中断保险 那究竟什么是连带的营业中断保险 它是一个复杂程度比较高的一种保险 那连带营业中断保险 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的事业依赖持续经营之他人处所 发生了承保的这个危险事故 导致呢被保险的营业中断所遭受的这个损失 那这种保险呢还可以进一步分为 供应者的营业中断保险 以及呢受贡者的营业中断保险 那究竟什么是供应者营业中断保险 所谓的供应者营业中断保险 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的之供应者 也就是他所谓的上游厂商 如果发生承保的这个危险事故呢 导致被保险人营业中断所遭受的这个损失 同样的受贡者营业中断保险 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呢 他的受贡者也就是他的下游厂商 如果发生承保的危险事故 导致呢被保险人营业中断 他所遭受的损失 就是我们所谓的受贡者的营业中断保险 接着我们再看营业中断保险的这个内容 那目前我们国内所开办的营业中断保险 包括制造业适用的营业中断保险 还有非制造业适用的营业中断保险 以及其他的附加的条款 以下呢我们就分这三种保险来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的是 制造业适用的这个营业中断保险 那这部分的保险我们分三大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是承保的范围 第二个呢是保险金额的这个约定方式 第三个是置物的定定方式 那其他的范围因为比较繁杂 就请各位同学自己参考课本上的说明 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他的承保范围 那制造业营业中断保险 他所承保的是对于在本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呢 因为发生承保的这个危险事故 导致呢这个本保险企业呢 所在住所内的这个保险标的物 那其中的这个成品制成品除外 发生了毁损或灭失 而直接导致营业中断的这个实际损失 即恢复营业所生的这个汇用 由保险人呢来付赔偿责任 接着我们再来看 他的保险金额的定定方式 那在要把人或被保险人 他的保险金额的定定方式两种 第一种是选择呢 营业毛利减掉会持续的汇用 那所谓的这个营业毛利呢 它是指呢 营业收入的总额 减掉营业的成本总额 至于呢 非持续费用 它是指如果在发生营业中断以后 不需要继续支付的费用 这些费用呢 是包括折扣用金等等 那第二种的方式呢 是选择 非持续的费用来投保 那非持续费用呢 是指这个营业中断以后呢 必须要继续支付的费用 那前述的费用呢 中的直接人工成本 还可以选择全年投保 或者不投保 但是呢 营业毛利及费用的计算 是以12个月作为基础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它置物额的订定方式 那为什么要 特别说明它置物额的订定方式 因为营业中断保险 对置物额的订定方式 跟一般的财产保险是不同的 至于它的置物额呢 是任何一次损失的置物额 为五个联系的工作天 如果另有约定 那从其约定 那前面所谓的联系的工作天 它是指费保险人 在正常的营业状况下的 实际工作日的总和 那我们介绍到这边 暂时休息一下 有关置物额的责扣方式 它是自损失或保险事故 发生时起算 那营业中断期间 不超过五个连续工作日 那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营业中断期间 如果超过五个工作日 那保险人仅就超过 置物额的这个损失部分 然后负赔偿责任 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 非制造业适用的 这个营业中断保险 这部分呢 我们同样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明 第一个是承保范围 第二个是保险金额的约定 第三个的是 置物额的订定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承保范围 对于在本附加条款 有效期间内 因发生承保的这个危险事故 导致呢 本附加条款 所在处所内的这个保险标的物呢 毁损或灭失 而直接呢 导致营业中断的这个实际损失 即恢复营业所生的这个费用 由保险人付赔偿责任 由这个承保范围 我们来看制造业跟非制造业是很相似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保险金额的约定方式 制造业跟非制造业也是很相似 它可以就呢 第一个营业毛利呢 来减去呢 持续费用 或者呢 紧就 非持续费用来投保 至于营业毛利的 意义呢 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制造业的 营业中断保险的定义是相同的 持续费用跟非持续费用也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 制务额的定定方式 我们来看制务额的定定方式 营业中断保险跟非营业中断保险的 制务费用的定定方式也不相同 至于非制造业的营业中断保险呢 它的制务的定定方式呢 是任何一次的损失 制务额为三个连续的营业日 那在制造业是五个连续的工作日 那如果另有约定的话 我们就重启约定 那所谓的连续的营业日 它是指呢 保险人与正常营业状情况下 实际营业日的这个总和 我们接着再来看 它制务额的损失的合扣方式 它是至呢损失或保险事故发生时起算 那营业中断期间 如果不超过三个连续营业日的话 那保险人呢就不负赔偿责任 那营业中断期间 如果超过三个连续的营业日 那保险人呢 它仅就超过置务额的损失部分 负赔偿责任 由这点来看 制造业跟营业 非制造业是相同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附加条款 那其他的附加条款里面 我们总共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公用事业的附加条款 第二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无法进入城堡处所 临近财产的附加条款 最后一种是 政府命令的附加条款 接着我们再看 它这些条款的城堡内容 第一个 如果是公用事业的附加条款 它所城堡的是 因为城堡的这个危险事故 所导致供应电力 瓦斯水力之管线 电锁瓦斯供应站 集水站这个的毁损灭失 而呢 直接导致呢 被保险的营业中断的 这个实际损失 以及呢 恢复营业呢 所发生的这个费用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项 无法进入城堡处所临近财产的附加条款的城堡范围 那这种附加条款呢 又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一般处所适用的 另外一种是商业中心适用的 我们现在看一般处所适用的这个条款 它的城堡范围是 因为城堡的这个危险事故发生 遭受毁损或灭失 导致呢 被保险 无法进入保险标的物处所 或使用保险标的物 所产生的营业中断的这个实际损失 以及呢 恢复营业所生的这个费用 就属于这个附加条款的城堡范围 另外一种 我们叫做商业中心适用的附加条款 我们来看看它的城堡范围 商业中心适用的附加条款 所城堡的是 因为城堡的这个危险事故呢 发生遭受毁损或灭失 导致呢 该商业中心呢 暂时性的客源的减少 所产生的这个营业中断 这个实际损失 以及呢 恢复营业所生的这个费用 属于这个附加条款的城堡范围 最后呢 我们再看政府命令的附加条款 那政府命令的附加条款 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来看到的城堡范围 它所城堡的是 因为城堡的这个危险事故呢 发生 导致呢 保险企业所在 处所内的这个保险标的物呢 遭受毁损或者灭失 因而导致呢 政府命令禁止进入保险标的物 所在的地址 恢复营业 而导致呢 营业中断的这个实际损失 以及呢 恢复营业所生的范围 费用都属于这个城堡范围之内 再接着呢 我们再介绍第四节 租金损失保险 这个城堡范围 那我们在 讲次刚开始介绍的时候 也提过 租金损失保险是目前是比较少见到 药保人投保的一种选重 那因为租金损失保险 它有它特殊性 有它的特殊的需要 那首先呢 我们再来介绍它的城堡范围 那租金损失保险所城堡的是 在本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 那直接因为发生城堡的这个危险事故 导致呢 这个保险企业所债民的这个 城堡的保险标定物呢 毁损或者灭失 而直接引起了这个租金的实际损失呢 由保险人的负赔偿责任 但是呢 这个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是以不超过本附加条款 保险金额的违限 那我们刚刚在介绍里面 它主要是城堡租金的实际损失 那究竟什么是租金的这个实际损失 我们接着来看 租金的实际损失的定义 所谓租金的实际损失 它是指什么租金损失期间 所减少的租金的收入 或者呢 所增加的租金支出的这个费用 换句话说 它是包括两大项 其中一项是我们所谓的租金的收入 所谓的这个租金的收入呢 它是指什么 城堡保险标定物 如果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 他所能赚起的这个租金的收入 换句话 这是使用在将建筑物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这个情况 如果建筑物发生损失 可能就导致没有租金的收入 那就可以投保这种保险 再其次呢 我们再可以看到租金的费用 所谓的租金费用 它是指城堡保险标定物呢 供自行使用部分 因为呢 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 自被保险需向外 承租使用 所需要负担的这个合理租金费用 那这一节呢 我们暂时介绍到这边 请各位同学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下面的章节 接着呢 我们要介绍保险金额的这个约定方式 所谓这个保险金额 它是以呢 被保险预计呢 租金收入或者租金费用为准 那最高以12个月为基础 那预计的租金收入跟租金费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 自负额 那本保险的自负额呢 在本附加条款的承保范围内 如果发生任何一次的这个损失 那自负额为三天的损失 但是呢 如果另有约定者 那重启约定 那这个约定跟前面的间接损失保险 是很类似的 那如果自损失或者保险事故 发生的时候起算 即确定的租金损失期间 如果不超过三天者 或者约定的日数 那保险人是不负赔偿责任的 如果确定的租金损失期间呢 如果超过三天者 也就是说三天以上的 那保险人呢 警救呢 超过部分负赔偿责任 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 第五节 第三人的意外责任保险 那在介绍 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的时候 我想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 跟前面所介绍的几种间接损失保险 是不一样 虽然他们的保险标的呢 都是一种无形的 不过呢 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 它是以被保险人 对第三人所负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那我们在谈到损害赔偿责任的时候 因为我们详细的内容 在责任保险那个讲次才会介绍 那我这边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所谓的损害的赔偿责任 它是基于民法 民事责任所产生的一种损害的赔偿责任 它并不包括刑法所产生的刑事责任 也不包括行政法所产生的刑事责任 即使是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 也并不全部都在我们第三人 意外责任保险这个承保范围 至于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 是不是包括在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 损害范围之内呢 我们必须要看到保单的这个约定 接着我们就来看 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的一个承保范围 那根据这个附加条款的规定 它所承保的是 被保险的呢 对于保险标的物呢 在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 因为火灾或爆炸所导致第三人的死亡 或者体伤或者财务损害 换句话说它所承保的危险事故 是以火灾跟爆炸为限 其次呢 其次呢是依法应由被保险人应付赔偿责任 所谓的依法就刚开始在说明的时候 我所提到的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 同时呢必须受赔偿请求时 如果说被保险人伤害到第三人 第三人不向他请求赔偿 那保险事故也不发生 其次如果被保险人有伤害到第三人 依法不需要负赔偿责任 那保险人也不需要负保险责任 所以我们在这边有约定 所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付赔偿责任 而受赔偿请求的时候 使由这个保险人付赔偿责任 那我们刚刚在看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的时候 前面都有加一个第三人 那究竟什么是第三人 那依照责任保险的规定 所谓的第三人既然有第三人 一定有第一人跟第二人 那一般所讲的第一人是指保险人 那第二人是指被保险人 那第三人通常他所指的是 第一人第二人换句话说 就是保险人跟被保险人以外之人 那我们这个章节所介绍的 这个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 他对第三人另外又有特别的定义 他是指下列两种人以外的 人叫做第三人 我们来看他第一种呢 是指被保险人以及其受雇人以外之人 至于被保险都会在保险单上有明确的规定 那受雇人呢 那受雇人呢根据本附加条款的规定 所谓的受雇人呢 他是指呢 受雇于被保险人 并且受有人事管理的这个约束 并受领薪资之人 或者与被保险的人定有服务企业关系的人 但是上班期间外 非执行职务的第三人视为第三人 那为什么要把它排除掉 因为受雇人的保险是属于雇主责任保险的承保后围 所以在这边把它排除掉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第三人 它是指被保险的人执行承包业务之承染商 以及受雇人以外之人 所谓这边所讲的执行承包业务 它是指在承包的工作的地点 以及执行承包工作及往往该地点途中而言 那这种第三人所以被排除掉 是因为它属于迎善承包人的承保范围 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置物和的规定 那根据本附加条款的规定 在附加条款的有效期间内 如果因为承包事故导致任何一次的赔偿金额 那被保险必须先行负担第三人体伤及死亡部分新台币两千元 另外当我们造成第三人的损害的时候 除了人员的伤亡还有财务的损害 在第三的财务损害部分它的置物额是新台币一万元 那保险人以理赔的时候 他警救理算后因赔偿金额超过置物额的部分 来付赔偿责任 接着我们再来看赔偿责任的限制 那通常责任保险是没有保险金额的 那因为国内的保险法并没有赔偿责任这个名词 所以一般就取用的保险金额来取代赔偿责任 所以在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赔偿责任的限制 那根据第三人意外责任保险 附加条款的约定 当应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付赔偿责任的时候 他是以本附加条款里面所在的这个保险金额栏 里面所在这个保险金额的违限 那这个保险金额呢 里面呢又分为四大项 第一大项呢是每一个人的体伤责任的这个保险金额 他是每一次事故的这个保险金额 第二是每一个人死亡责任的保险金额也是每一次事故 第三呢是每一意外事故及死亡责任这个保险金额 同样是每一事故 第四呢是每一意外事故 财损责任的这个保险金额 那当这个被保险呢 不止一人的时候 他是以本附加条款所定名的各项保险金额为限 以上呢我们所介绍的是间接损失的保险 那下一讲次呢我们会介绍附加的危险事故保险 那这两个保险他所不同的地方是 间接损失他是以损失作为对象 那附加危险事故呢 他是以危险事故作为对象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就到这边为止 再见 by bwd6